等下应该不太方便拍了 因为等下可能成人一点 这里很有那种接地气的感觉 有那种冰城的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美哟这边的风景 这里一望古际 而且这里是露天的 这样多人啊这里 很像一个世外桃源样 所以这个vlog呢就是要去越南 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最近这样多人去越南妹 然后今天跟Viu Sen 跟他一起去 刚认识不久的brother 还更近 不是changin啊 就是in嘛 到我那边再跟大家分享有什么好玩有什么好看 我们已经到越南机场 越南机场的arrival 里面什么东西吃的 就在外面 你看他的burger 18块钱美金 就是附近很贵啊 而且陈彦夕 还是他名字刚好 还是他名字刚好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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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brother来借我们了 啊 这是我介绍的 我是brian 越南王子 越南王子 哇 今天我们要到我们的越南王子 怎样带我们玩呢 等一下我们要去那里 去check in hotel 我们出去 男人的天地 男人的天地 吃什么 吃包 你吃 哈哈哈 是 那种博茶 是包买包 这样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老师机们 我叫我的观众老师机 现在因为我是LSJ嘛 然后他们跟LSJ的channel就是老师机 对对对对 大家平均同样 我们下车到我们今天来住的就是这一家Airbnb 我们今天没有住hotel 因为他们讲 hotel晚上不可以带女孩子回家 因为政府规定了 啊 环境看起来不错 终于 到了 所以来一个不专业的Airbnb开箱 四天 差不多 500多块 然后 有 他的厕所 就长这个样子 也没有很大 然后他的房间 啊 我一个人住一间房 所以算是蛮舒服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阳台 然后他上面是这样子的 应该他上面还有两三楼啊 所以 这样子哦 补充一下 我第一次 看到这么大的热水器了 为什么我们热水器这样大 很像Aircon一样 不用紧 可以用就好 这个是他们讲这里最高的这个building 有钱人住的地方 哦 也算很美啊 整栋都有那个亮亮的那个LED 我们来一个很local的客家风味 哇 哇这里很有那种接地气的感觉 有那种 冰城的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很期待这里的菜色 哇果然很道地啊这里 越南的小王子讲这里的辣椒哦 比马来西亚的更辣 不可以随便吃的 你看这个咯咬下去咯就完蛋了 不敢咬啦 比马来西亚的辣几倍 20倍30倍 哇 喜欢吃辣可以过来咬一下越南的小辣椒 来咯这间叫 GK22的KTV啦 他的装修 还蛮亮的 他的装修这样看很像有点像 庙庙或者宁堂样子的咧 如果他放佛歌哦 那我感觉就出来了 把这里就比较正常 我们这边快快 简单拍一下 等下应该不太方便拍了 我们再开会 对对对 不要再开会 OK啦他环境不错啦 就是 跟大马的 差不多 只是他的 颜色 他的那个主题 比较不一样一点 然后桌子上该有的东西还是有啦 应该会输大马一点啦 这里大马比较 先进 但是他的KTV的桌子很像 有一点 杂杂啊 就是你看他脚可以穿进去 然后他的Wire可以看到 一个吧 OK 我们去了KTV 其实KTV也没有什么特别啦 跟大马差不多 就是可能大马有一些东西 这里没有 然后这里也比较简单 坐在地上的 这位帅哥 ready to吃小夜 我们大概 做下来的阵容就是这样啦 右边左边各位 你们阿嘎阿嘎 知道是为了什么啦 你看他们旁边空置也是有位的 明白的明白 不明白的不明白 我也不要解释这样多了 都长大了哦 粉丝们 今天跟Brian一起开心回家 想玩出去 是是是 今天喝到很开心哦 Brian你早点休息哦 拜拜 晚安 我就回这间咯 早安 所以我们来到街边 然后我这位brother也刚刚醒来 然后来到这边吃这个 这里算是一个道地的一个菜 味道不错 然后他们的那个币都很大伤 刚刚早前回来我也梦多少钱 不会贵啦 就是这里的 500千是100马币 所以你们大概算了就是 应该不会贵啦 大家就是这样坐在 路边这样子吃饱 然后很chill 然后现在等还有其他 两个朋友醒来 我们再看一下去哪里吃 所以我们现在车上了 然后我们就分享一下 昨晚我们去的KTV 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的KTV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啦就是 他这里的KTV的价钱 相比在大马 价钱便宜 便宜差不多一倍到两倍 有吗 小王子 肯定会有差咯 而且质量也是有差 Rachel给我来讲是 比较闷 这边的你还整 你还炒气氛 觉得相对应 比较热情一点 马来西亚的会比较保守 文化的差异 这边的营业时间 是到两点吧 错一点两点 没有的 健康的 健康娱乐 非常健康 理性娱乐 理性娱乐 不像我们马来西亚 我听他们讲哦 可以extend到下午去的 你就是有钱 就去罢了 一直去罢了 所以这个有分别 那边的酒也便宜 然后昨天我们喝的是 Tiger light Tiger light 好像上一下又散了 上一下又散了 脏脑都还没有坠 一个325ml 它是用长型的 很像我们cook 这样子长型的 3块钱马币 相当的便宜 他们的水pipe 少了一个 可以控制水流量的 那个头 你知道吗 在我住的这个 FBMB也好 你按那个水 它就是最大水 这样 冲你了 还有这里 我听人家讲 这里有开心器 是一个很大力的 balloon night 还没有机会去看到 就没看到 他们也会拍在story上面 这种互动 这样这种 今晚我们再去拍 小王子 所以我们开了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现在我们去按摩 按摩 正规的啊 正规的 来来 我们去见识一下 这里的按摩 看跟本地的有什么不一样 137按摩店 一看果然很正宗 它的灯都特别亮了 这个地方正宗 倒不能再正宗了 你看 这样attest的一个 那个环境 怎样bro OK吗 很舒服 可以按到睡觉 有一点痛 然后它有那个特别的 那个热热的石头 热的石头 也有啦 也有啦 这边的话它按的方式是真的 很舒服 马来西亚暗里有些会比较痛 是是是 可能也是比较痛 但是越南是很舒服的 小王子 我去了很多越南的正宗的那家按摩院 我是推荐这家的 其实有很多那种环境跟attest 那种是不好 这种是 算是很standard OK车来了 我们上车 我们来到了一个 看起来像 local的一个地方 有一点下雨啊 我们又没有雨伞 拎着雨走着先 我们来到了一个 很像 起重盖 secret garden的地方 我还 降到地 感觉这个地方有一点 接地气 喜欢 也有一点 香港的feel 很多层楼 这个确定吗 好像没有电梯 那里可以回去 我们的小王子 爬到这样多楼 哇 还没有吃就先做cadio 这样多人啊 这里 很像一个世外桃源 终于到我们的餐桌 我们来到了这个beer street 还没有到 前面这边我大概拍就好 他们讲这边 自然可能没有很好 他们会在这个马路这样子 冲过 然后就拉你的东西走 所以大概拍了 小心拍了 我会站在他的旁边 因为至少人家要抢的时候 至少要先过他先 哇这里真的是 很热闹啊 这边 超热闹 有点像起重盖的感觉 这个不是711 是1111 我们来到入口 等一下进去看一下这里的club长什么样 这个就是所谓他们的气球 听说 洗了几口 还是要洗整理才会开心 太麻烦了 我就觉得 在这边听歌就好 好 三天 三天 是 一 三天 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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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这个很像中国餐的店那样子 吃早餐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小王子 我们现在带你们去卖 去各邀旨 体验下各邀旨 这里不是柬埔寨啊 一段距离 原来也是可以 这边有供应 可以供应去柬埔寨 小王子原来是这样起销哦 所以我们昨天的club 也蛮anjoy的啦 分享一下来看跟大妈的club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大同小异 差不多大同小异啦 有可能不一样一点的是有一条红服务 有那个50 我第一次看到club中间有一个50 一条龙 很长的一条龙 可以啦 大同小异啦 就是那种买酒出来跳两下 摇一下那种 然后服务员帮你倒酒开路 哥的话也好像差不多 很像我是外国的那种感觉 比较像西方一点 终于到了这个所谓的起穹盖 不过是很像印度的 听说有蛮长的历史哦这个地方 虽然很久了不过还是可以运营啊 防晒防雨不错 我们就这样直接坐在档口旁边就可以开吃了 不一样的文化 体验一下 ok的 来到这个所谓的walking street就是他的这条路没有车的不过很阔 所以可以看到人家滑板类型的东西有啊真的是有年轻啊活力啊不过要小心啊不要跌倒 然后我们这边继续走 我们看到很多国旗在对面 有有马来西亚的国旗 马来西亚的国旗在中间 辛苦他们要来close up看一下表情 表情观也不错 这边也不错 有人跟他close up 他手上拿着一个晶圆宝 晶圆宝不是中国文化吗 为什么有一种泰国加中国文化的感觉 傍晚真的是可能跟另一半来这里上散步 感觉还蛮休闲的 他们就这样子放个椅子在地上 然后就可以席地而坐好咯 就可以直接在那边吃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vincom center 这里很像他们的pavilion 算是一个蛮attest的地方 ok啦 感觉就很standard的咯 就很有回到马来西亚的感觉 其实mall就很全球同意的那种感觉 就走走看看咯 应该也跟马来西亚差不多啦 只算他语言不一样吧 我们出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他们的高级住宅区是吗 像新加坡吗 这里看起来就真的 比较先进一点 这里的物价多少钱啊 一个unit 没有太多了 一个unit要200千 马来西亚 贵哦 马来西亚 至少要200千USD 这样也是跟马来西亚差不多啊 因为马来西亚 一房一厅 一房一厅 如果以马来西亚来算的话 也算贵哦 一房一厅200千美金 差不多啦 但是咯 这里好的一点就是 你买了这个价钱 在这边消费就便宜很多 不一定 古智平的消费啊 你看你怎么去消费 如果像我们去做个grab 10多20分钟去消费 就已经是马来西亚的一半了 这边的grab也是贵 因为这边的grab 它没有像马来西亚有那个 牛的铺铁 这只鸟 它是被爆头是吗 还是 斩到东西 很像很严重了耶 我觉得是皮 是因为它的毛很多 我们以为它陷下去了 被爆头 不可能啊 爆头应该早就死了啦 有点可怜可怜的鸟 现在我们来这个叫 Vinhomes 这个地方看起来就atass很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它的餐厅 它有一个餐厅在上面的 第70多楼啊 这是我这三四天来看过最atass的一个画面了 这里的atass已经可以跟KL的酒店比了 我们要去一个餐厅 我们这个餐厅要换两次电梯 它电梯要按这个先了是吗 看到吗 一辆飞机 飞机慢慢飞 慢慢飞 应该靠近Airport了 然后Airport离我们几元呢 18000里 这个饮料是我来到这里几天 预估最贵的一定要 一杯40块马币 ok啦 一分钱一分货 有好多风景 我们来看它rooftop 没有这边的风景 这里一望古迹 而且这里是露天的 如果下雨的话 应该就是了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很喜欢来这里打卡啦 感觉很atass 凉风吹吹 ok很不错 我们来到了这一个快餐店 Loteria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钱 84000 这边的钱差不多167块了 价钱跟我们运营也差不多 这里不一样是还有虾 我们那边是没有虾 我们就试一下虾了 食物还有10分钟上 哇 这里有这个花冰的这个不错 有那种青春的感觉 这花冰厂也蛮大的 这个虾肉的Burger不错 它的虾是大概这样子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虾 然后它的辣椒哦 是偏咸的 它不是偏甜 也不是偏酸 到了剧场 又是时候回啊 刚才买了三水 过后 他们就讲可以 Lucky 过后 过这里有1234 我应该会想要这个 这个是最靠近 最使用的东西 我就放在这边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方法 比努力重要 走 这里一只水 然后5美金 差不多25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东西卖对的地方 价钱直接升天 有 所以我们这个越南之旅就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上飞机飞没去 所以这次旅行就给我感觉到 越南的消费相对来比较低一点 除了它机场 它机场超贵的 它机场是走美金的 直接是跟美国市场的那个价位走 香水也买贵了 对对对 不过体验 不错的体验 这几天的生活 会比较环绕着我们越南小王子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在越南来讲是冰山一脚的 如果你们还想看类似这样子的旅行 也多多留言 多多分享 OK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